很多台湾人每天吃猪肉 平均每个人一年可以吃掉35公斤猪肉 台湾猪年产值高达800多亿台币 而事实上在1997年口蹄疫爆发之前 台湾猪每年光是出口就可以达到大约500亿台币 是全球第二大的猪肉出口国 口蹄疫之后 台湾的养猪产业受到了重创 直到今年 台湾才终于从口蹄疫区当中除名 也代表台湾生鲜猪肉终于可以再度销售国际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政府宣布进一步放宽美猪进口 对于猪农来说 对内要迎战美猪巩固内需 而对外要提高竞争力抢回出口市场 要怎么做呢 我们带您到台湾养猪大县云林来看看 不一样的台湾猪 1997年3月20日 台湾爆发口蹄疫事件 年产值高达800多亿新台币的台湾猪产业 瞬间滑落 直到2020年6月16日 台湾猪终于摆脱口蹄疫的阴霾 可以再度出口 漫长的23年 失去了国际舞台 台湾猪农做了哪些努力 重返外销市场 台湾猪准备烤了吗 这不是鱼片 这也不是牛排 它们都是台湾猪 那你看这块肥肉 就是你摸一摸之后 你的手完全不会黏黏的 因为我们从屠宰开始就是全程冷淀 表示非常清新鲜 看主厨利落地把猪肉切成薄薄一片又一片 放在碗中 加上姜丝 再倒入滚热的高汤 稍微搅拌就是一碗鲜甜的猪肉汤 把食物在对的时间点在对的地方做对的事情 其实消费者不只是拿到更安心 其实是更好吃的产品 最佳最佳的状况就是全程都是低温 但是非冷冻也就是零度以上 每比5度到7度以下 那其实应该是就是一个最 所有大厨都会告诉你 是最完美的状态 冷链是冷冻冷藏供应链的简称 是指食品从原材料供应物流 一路到食品工厂运输贩卖端 每个环节都处在低温环境 以确保食材的新鲜与安全 大部分外来去外面买生鲜食品 第一个想到就是放冰箱 为什么要放冰箱 就是因为希望它的生菌素可以不要持续 随着温度一直往上走 那只是说我们要把放厂来看 就是一个食物从源头到餐桌 这个过程是否也都要放冰箱 分切是能链的关键步骤 为了维持食品安全 工作人员进入厂内 必须先进过消毒室及育成室 每个细节都不把握 肠内温度控制在15度以下 多条生产线专业分工 养猪原来也很高科技 好吃还有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养殖的时候 透过品种的调整 透过饲料的调整 饲料的营养品的调整 让它去增加它的风味 它才会变得好吃 当然是精准的配方 那是最重要的 给予不同阶段的猪 有不同的配方 整个容量大概有3000吨 这边是卸一米的地方 那这边是像我们比较大宗的部分 就是那个豆粉 都在这边卸 玉米粒是饲料的重要原物料来源 主要依靠进口 巴西 阿根廷 美国 是三大进口国 这样也是台湾养猪成本 偏高的原因之一 台湾如何不靠收入金 可以跟国外的猪肉去做应对 我觉得当然在饲料成本上 是绝对不可行的 但是我们不管是在从 整个纸的方面 我们可以跟它去比较 再来就是严格管控 你的饲料厂的整个管理 减少你的饲料浪费 再来我们再从饲料端 从饲料厂端 我们去做好 每个环节的管控 我们在每一批检测水分的过程中 第一个我们就会看这个原料的品质状况之外 那我们也会去在这个水分的部分 然后帮客户去把关 玉米采样之后 得挑选检查 并且和各项检验报告比对 以确保原物料安全 因为饲料对于养猪户来说 不但是成本 也是品质的关键 我们台湾的一种 算是非常陷进的 如果在一种上可以做得好 再配合我们的饲料的调控 我相信我们在整个体型的 不管在瘦肉粒 在那个猪肉的品质上 我觉得应该是 不会比国外的猪肉比差 云林是台湾的养猪大县 156万桶猪 占全国总饲养头数的28.4% 制作小组走访了 云林养猪场 看到了不一样的养猪业 这部分是那个 全部的那个饲料控制系统 全部的料就是 从这边供应给现场的猪 然后饲料车都隔离在外面 料打到我们的搅拌桶里面去 然后搅拌之后再喂给猪吃 每天四次 透过正号的自动化系统 设定时间固定喂食 节省人力也节省饲料成本 他这一栏就在等饲料了 然后员工就是在这个时候 在看他有没有吃 他吃的情景是怎样 然后猪就是固定时间 他会喂它吃饲料 林荣达配午后就接手家中养猪事业 刚好就是口体疫疫情爆发那年 养猪投诉锐减 让他思索必须改变 做这个设备蛮需要很大的资金的 可是不投资也不行 因为养猪就是两个大重点 在我认为是两个大重点 一个就是你的预成利 预成利好的话 你就有资金可以再回收回来 然后一个就是环保 你环保不好的话 你根本在当地 就没办法生存下去 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在持续的投资 在改善我们一些设备 像这个用水泥铺设假高的高床 可以让猪的排泄物直接掉到高床下 不但省去人工清洗的麻烦 更有另一个高效益的运用 猪的糞便就是排到下面的集中槽 然后流到我们的污水池集中处理这样子 所以这是整个很浓稠的糞便 然后它的那个产气效率会更好 糞便变黄金 李隆达利用猪的排泄物 找气发电 不但解决了污水问题 处理完的水可以灌溉附近农田 干物也可当堆肥 找气发电后产生的电 还可以赚钱 早去抽流碗 抽流碗之后 经过玉竹林 然后早去化电机 燃烧碗 燃烧碗就会产生电冷 电冷就直接挂台电的并网 就直接送到台电 就陷入去 投资分变到电 我說方便也可以卖钱 大便也可以卖钱 这样子 好 養猪过程 上加投资 每个步骤都能赚钱 就像猪仔 加点创意 每个部位都能成为餐桌上的垂涎美食 先试试看不要不沾酱的 来试试看那个口感 郭嘉玉是台湾养猪青年联盟前理事长 郑和团队讨论着新研发的酸菜白肉水教 来自猪农家庭 赴美攻读行销 原本想摆脱养猪包袱 但后来索性把行销运用在养猪产业上 这个产业是养我长大 它猪养了我 让我可以出国读书 然后回来我可以为这个产业再做一点什么事情 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 首先它改变通路跟风网路销售 让猪肉可以宅配到家 同时成立门市明亮风格 一改传统猪肉摊形象 这就是我们台湾比较习惯的一些分切的方式 比如说台湾人很喜欢吃火锅 我们就是有火锅肉片 然后五花肉片 这就是我们台湾人比较熟悉的一些切割的方式 可能跟国外的切割方式有点不一样 可是我们还是因应台湾目前的需求 而下去做分解这一块 产品的品质一定是站在第一线 我们用比较新式的养殖 然后套用科技的管理 更精准的饰料配方下去饰养它 那这些东西可以造就出不一样风味的猪肉 然后我们有了这些猪肉之后 当然我们就是可以有更多的idea可以加进来 我们要怎么样去行销它 从饲料开始到饲养过程 猪卷环境以及分切物流行销 台湾的猪肉产业已经赶头换面 所以美猪来了 可是台湾可以出口 所以呢 即便假设美猪缓慢的增加 那对我们的养猪户来说 因为我们也取得一个出口的机会 所以呢 反而在这两箱 这个就是一针一剪之下呢 猪农的这个 养猪户未来的这个前景 说实话 绝对不是大家讲的蛮单 尽可能的掌握这个新的 所谓国际的出海口 让我们的这个 台湾猪可以再度回到 国际市场去 台湾现有六千四百二十五间养猪场 但饲养五千头以上的 只有一百三十九场 无法发挥规模经济 把台湾的猪塑造成那种 就是超级美味 而且是超级高端的猪肉 这才是我们要走向国际的那一条路 对 所以台湾猪一直以来 都是我自己心中小小的梦想 怎么把台湾的猪整合 然后让台湾猪 让国际知道 我吃的是台湾的猪 吃过台湾猪的人 都是台湾猪的好 那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好 变成一个实质的竞争 也是业者的努力 也是要擦亮台湾这个品牌的 共同的效果跟效益 才会真的有影响力 日本人爱吃台湾猪 在口蹄疫爆发之前 日本是台湾最大猪肉出口国 每年外销日本约600亿新海币 但是这次却不在出口名单中 原因出在 还有传统猪瘟未拔针 猪瘟的拔针 四次在必行 因为从这几年来 五六年来也没有猪瘟的案例 所以台湾就是一些 就是学术单位也有认真在思考这个问题 可是或许是一个目标 我们也是积极在迫力 当然也要需要时间 但检视日本现在的猪肉进口名单 已经大洗牌 进口最多的国家是 美国 加拿大 丹麦 以及西班牙 不是我养好猪 他就买好猪肉 中间有很多的环节 要扣在一起 才能让这个猪肉出口 所以我们现在只是 拔针有了一张门票 但是这张门票只是其一 还有 还有所谓的食品安全的其他规范 或追溯性的其他规范 会因国家而已 我们要不要把我们借这个机会 把我们整个食物链产品 整个食物链拉高 拉高到一个国际水平的时候 就这个问题自然解决 台湾的养猪业 曾经一度非常成功 我们不是不知道成功的方程式 我们也不是不知道 维持成功的这些秘诀在哪 只是我们被这个疫情打败 所以我们要重新唤起 过去的成功的经验 台湾猪想抢国外市场 有条件也有机会 我觉得我们的契机应该在于说 我们如何把我们的肉外销出去 因为那个武汉肺炎 让很多国家的屠宰场 因为员工 所以无法把肉生产出来 所以我们觉得应该要利用这个机会 好好把我们台湾的肉 冷藏肉 试着外销去看看 我们一定要说出一个论述 说我们这个肉值这个价钱 我在这边我敢卖比日本还贵 如果不卖比日本还贵 那我至少也赢够加拿大 那这是用价值的角度出发 台湾猪要出口 抢回市占率 不比价钱比价值 挑战比以前更大 请不吝点赞讯订阅 谢谢大家